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大早上 我是网友好玩 以上好 我是国际解说 郭德驰 疫情期间很多选手 纷纷选择放飞自我 怎么放飞 自己的主力也就不玩了 各种玩副角色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主要是因为今年也知道没比赛了 在那边继续练的话 就显得自己很傻 对不对 那奴曼这边是 掏了一手LOOPS肯出来 那奴曼的话 作为今年EVO日本战的冠军 很荣幸 今年日本最后一个比赛的冠军给你拿了 好 那我们来看回这个对决了 绿皮肯现在跑了起来 下中条点完 对手这边是一发重拳撩走了 中条给到一个碎卡 一波到板边 那奴曼在这里有一个压起身 会不会像小鹰一样走过去就拼命的投 果然上来先轻攻击给一发头 这边做了一下确认 对手不敢斗 下中条点完 对手这里是敢转一个VS 那奴曼这里是没踢中 不过在这边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一发EX生龙直接带走 那奴曼的进攻给人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你看这拳王塑在板边是完全不敢按任何剑的 上来几波就给他打蒙圈了 那现在就到了第二灯 上来一发冲拳被防 那奴曼想打一个确反 没有中呀 这里要出大事 一波被拳王压到板边 前前以后被TC反打 那奴曼反应还是很快 直接是用TC强调对手的前前 这里旋防有失误了 但这个拳王反应就有点慢 对吧一个TC打回去发现被防住了 巨难受 这边一波打上去以后 直接是打晕了 那奴曼在这里还要给对手留一口气 重拳没打上 这边是VS打中段 然后开出自己的VT 只垂了两下马上一个修正就过来 下段走中 奴曼这里晕点巨高 这里最后一则还是一个中段 一波就直接打死了 拳王在这里连续的猜中两次 运气还算不错 其实像刚才这种情况 真的要一波打死拿奴曼 挺不容易的 他必须要两次拳中 都猜对 那刚才这一波运气不错 以后呢 现在拿奴曼这边又是开场吃中段 他发现拿奴曼好像不太喜欢站着 喜欢蹲着 这一波蹲完 直接EX生龙凹出来了 好在终于是睡醒了 再不凹的话人真就没了 他就不像英太这么想的开 对吧 这血量很多的情况下 就一发生龙先出去 暈点也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 对手就最容易麻痹大意的时候 你暈点一高 对手就开始有点虚了 选风放倒 追过去选择头没中 然后迈在这里选择的是 中角给到一个碎康 TC没有打上 想打一个 就偷一波伤害大一点连段 结果发现距离不够 选风命中 青雕马上一个选风复合 EX生龙 这一波确认有点nice 到版面 中全发一个EX波上去 直接选择头 用EX生龙确认对手的跳 就要没有任何资源了 对手手上还有个CA 悟苦就要强魔 这里 这里摆给 这里怎么办 没了 真的没有怎么办了 奈奥曼死了 确实 在这里不选择跳压的话 对手一个CA过来也没招了 奈奥曼关键就是 刚才没有直接把它弄死 要是弄死的话还好说 自己的血量不够吃这一发CA 一发冲全 进版边 奈奥曼今天这个视频放出来 我还以为他是赢的 结果看到他就被拳王各种吊打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啃的高手 现在从这个局面来看 他啃还是有点实力的 他这个基本功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刚才死了而已 一局并不能代表什么 来了 现在压一个板边 下中角往后一拉前前 继续用自己的拳脚来封板边 封的封的 但是到了第二灯 也已经是奈奥曼的一个赛点了 奈奥曼的绿皮肯看来 并不能发挥的很好 来了 中角冰中 这边也没选择跑起来 上去拼一枪 在这里也不敢直接冲 因为毕竟对手 也是一个突进式的角色 射程方面还是很强的 贸然的冲过去 很有可能会被对手 莫名其妙一个冲拳冲在脸上 这个中段没中 现在拳王在这里 卡好位置就不停的出拳 你奈奥曼这边前前的话 很容易中 这里反手一个头 头到板边 秦拳往后拉一步 拳王这边直接选择跳了出来 还可以 换一点点血 然后出一个板边 这样的话是赚的 中调又一次命中 两发三发 就是给不到碎康 浪曼这里非常需要一个碎康 然后飞过去 直接给个生龙什么的 这边跳中拳命中了 大旋风 一波过来以后 中拳延迟一排 想打一下乱动 对手死活就是不动 怎么说都不会动的 哇 这边确认有点好 EEX波打中以后马上反应过来 一个EEX旋风 这东西玩起来感觉有点像小鹰 他玩小鹰的时候也就是这样 EEX一个波丢出去 然后马上确认一个生龙 对吧 这个玩法上面也已经很接近了 就把肯当小鹰来用 中拳给到一个最高 然后一波VS生龙 打完以后 再一个中断 那这一波拳王是凉凉了 中断一中 那种人就爹妈白痒 对吧 TC然后生龙 打完对手 这个手上还是有东西的 拼一强 交一个VR TC抢出来 对 然后开始择中断 对手要交生龙了 看好 好的 脑漫这次是直接选择战防了 我还以为他这个中断 又要一次一次又一次 脑漫也没有直接选择生龙 跟对手拼了 如果是我的话 这种情况 管你择不择什么的 一个生龙过去再说 泥水两发中断全中 脑漫觉得两发中断打了对手 应该不太敢出招了 想要前前去突一波 结果对手还是敢出 这边一个对空 聊下来以后下段 聊一下脑漫这边是无脑出这个中断 就闭着眼睛想用中断 就给一个碎扛什么的 再投一发 投完以后往前拉 再来板边连环投 这个也是标准的小应用法 这里想投第四个 中拳直接打中对手的一个出手 拆投完问题也不大 我还是能压着你打 现在这个拳王表示 真的不能动了 动成了 TC一打 然后VT一交 下段走一个 怎么说 现在脑漫这边防住对手的 嗯 这刚才应该是反一个TC 一波就打死了吧 他给一个重角C康 完了以后后面VS也没出去 啊 这 肥索斯肥索斯 可以看得出来 脑漫 啃这个角色 并不是 他的主力对不对啊 就从这点上面就可以感受得到啊 重拳跑起来 VS马上确认一个生龙 到板边了 开始了 这里中角要是换成 英泰对吧 肯定一个EX生锋就出去了 还给你什么 在这里防一防不防呢 一拳冲完 现在是拳皇卡卡板面位 琴拳打中一个插盒 nice 反手一个头 丢进去开始考试了 先打一下乱斗 还没打完 对手这边就直接抢了 中拳那边TC 然后打一个VT出去 下中角发完 来了 直接莫名其妙 一个旋风的出手了 啊 在这个点上面选择的是一个抢招 那这个C打完以后呢 今天的这期视频 也就到这边了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